民间故事 鬼羹汤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驼西镇的林宝生从小便没了爹娘 一直与大他五岁的姐姐林宝娟生活在一起 虽然没了爹娘 但姐弟俩的生活却并不贫苦 林父给姐弟俩留下了传家的祖业 一份调制羹汤的方子 凭借着这份方子和父母留下的一些钱财 姐弟俩很快就在镇上 买下一个门店 开始经营羹汤生意 因为林宝生本身就对这些汤商水水的东西没有兴趣 所以方子就一直放在林宝娟那里 负责熬汤的也是林宝娟 林宝生从不觉得这是姐姐在访着他 反而乐得做一些算账 讨堂的杂活 随着年岁渐长 林宝娟到了说亲的年纪 本来她的父母都不在了 成不成亲完全是她自己说了算 然而这是道中 不仅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未婚女子门前的是非也不少 在赶走了不知道多少个登圃子后 林宝娟还是妥协了 跑去找媒婆给自己说一门亲事 我没有太多要求 她有没有钱 长相英不英俊 有没有彩礼 都无所谓 最主要的是她要踏实勤劳 而且要对我和我弟弟好 林宝娟的要求其实可以算得上很低了 但即使如此 能符合她心意的男子也不多 林宝娟不愿放弃祖传的秘方 想将门店继续经营下去 但只要有点心性的男子 都不会愿意自己老婆在外抛头露面 而那些愿意老婆持家的人 又无一不是好吃懒做 不是生产 林宝娟根本看不上眼 一来二去 又是一年过去 最终经过媒人介绍 林宝娟认识了赵吉 赵吉长相虽说不上英俊 但也算顺眼 她也是从小没了父母 一直在驼西镇上的一家客栈里做帮储 林宝娟看赵吉话不多 一副老实人的样子 也就没有再挑戒 毕竟她要找的是过日子的人 于是在年底 二人成了婚 婚后也算相敬如宾 赵吉辞了在客栈的工作 也在护羹店协助林宝娟经营 因为护羹店卖的羹汤花样多 价格便宜 口味更是没话说 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甚至连线太爷都被征服 写下了驼西第一羹 制成台扁送给了林宝娟 原本生活就该这样稳步向前 然而在婚后第三年 林宝娟却突然病故了 彼时林宝生正在外地求学 林宝娟死得很齐 当她赶回家的时候 赵吉已经以天气太热 怕宝娟的尸身腐烂为由 将林宝娟下葬了 林宝生连姐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她对姐姐的死表示过怀疑 然而左林右舍都说 林宝娟病重的时候 都是召集忙前忙后地伺候她 你姐夫对你姐姐那样好 你还怀疑人家 这会含了人家的心的 周围人都这么说林宝生 哪怕她有一肚子疑问 都不得不厌了回去 不然的话就成了 不知好歹不懂感恩 不过令林宝生稍稍放心的是 林宝娟临死前似乎并没有将祖传的羹汤方子留给赵吉 一直以来 方子都被林宝娟死死捏在手里 做羹汤也是她亲自来 赵吉也不过是给她打打下手而已 林宝娟死后 护羹殿的生意一落千丈 门庭冷落 有时候一整天都卖不出一碗羹 也因此 赵吉一路不服出为由 与林宝生分了家 因为赵吉好歹还有些手艺 加上林宝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 所以她轻易拿走了护羹殿 林宝生懒得和她争 只要求带走姐姐的牌位 她算是看透这个赵吉了 也因此 她心中对于姐姐的死因的疑惑越来越大 只是再多怀疑都没用 她没有证据 姐姐也早已入土为安 她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再去将姐姐的遗骸挖出来吧 林宝生得了自己的那部分钱 离开了 虽然她并不想自己姐姐的心血 就在赵吉手上付诸东流 但自己毕竟是单力薄 也暂时折服起来 当然 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 林宝生很幸运 托西镇上的书院正好缺一个教书先生 他读过几年书 又不像很多已经考上秀才的人那样心比天高 不愿在小镇子上教书 于是很快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原本 他的生活似乎就要这么平淡如流水一般过去了 然而不知从哪一天起 护羹殿居然在赵吉的手中起死回生了 赵吉像是一夜之间 就得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煲汤本领 做出来的羹汤几乎是一个上午就能卖得一干二斤 就连林宝生从店旁边走过 闻到味道都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香气扑鼻 尝起来味道应该也不会差 赵吉的护羹殿生意越来越好 林宝生心中五味杂陈 这倒不是他眼红 只是眼看着姐姐的心血一点点变成了赵吉一人的功劳 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他也曾找人打听过 这赵吉是不是得了什么秘方 才将这家店给盘活了 然而赵吉的嘴非常紧 根本就问不出什么 时间久了 林宝生也就放弃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 一日林宝生出城办事 结果回城路上天降暴雨 他只得躲到了路旁的一间破庙里 林宝生找了处干净地方 又寻来了一些干草铺在地上 接着升起了火堆 他心想着如果这雨下到夜里 自己就不走了 连夜赶路太危险 自己也不急着回去 还是闻脱点的好 这样想着林宝生便躺在了干草垛上了 没过一会儿 他看见一名女子也浑身湿透的进了庙里 女子的衣服湿了个彻彻底底 贴在身上凸显出女子曼庙的身材 林宝生秉持着非礼物式的原则 飞快扭过头去 并且请女子坐过来一起烤火 女子淡淡地应了一声 无声地坐下了 孤男寡女在一个风雨之夜 一起待在破庙里 多少让人觉得别扭 不多时 从门外又闯入一个绑大腰圆的汉子 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 一边自来熟地坐了过来 林宝生虽然觉得对方有些不懂礼貌 但也没多说什么 汉子的到来也打破了此前的尴尬 不过林宝生看对方的眼神 总是色眯眯地飘到女子的身上 林宝生看不过眼 就咳嗽了两声 招来了汉子的瞪视 但对方不知怎么想的 还是收回了视线 一直到了半夜 唐博的大雨依旧不见停歇 三人指的各自 寻了个地方分别睡下 林宝生背个的慌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好不容易寻了个舒服的姿势 刚准备进入梦乡 却听到角落处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还有一声女声的闷哼 林宝生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他表面不动声色 胳膊却在地上不断摸索着 终于 他摸到了一根木棍形状的物品 似乎是废弃的捉腿 林宝生将其紧紧握在手中 接着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捏手捏脚的靠近了那个角落 果不其然 角落中汉子正欺在女子身上 女子一动不动 似乎是晕厥了过去 林宝生二话不说 猛的抄起木棍就砸了下去 咚的一声 汉子一下就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 林宝生一时不知道 到底是该去安慰女子 还是先去看看汉子 是不是还有气儿 他下一时的打算去安慰一下受惊的女子 你没事 话说到嘴边却被咽了下去 林宝生发现女子神色清明 表情冷淡 他只淡定地拢了下衣服 并没有任何受到袭击后的惊恐 难不成 我坏了人家你情我愿的好事 林宝生顿时尴尬了起来 他将木棍往地上一扔 刚要将汉子咬醒道歉 只听女子缓缓说道 虽然你坏了我的好事 不过还是谢谢你救了我 这林宝生就听不懂了 这怎么能是坏他好事 也能是救了他呢 不过女子并没有继续解释 只是与林宝生一起坐到了火堆的鱼近旁 一时半会儿两人也睡不着了 不如聊天打发时间 两人交换了下姓名 女子名叫于四娘 是下堂村人 村子就在旁边 林宝生和他闲聊天 说以后若是太晚了 就别一个人出门 若是遇到了登徒子非常危险 于四娘和林宝娟年纪相仿 许时想起了姐姐 林宝生才多嘱咐了几句 只听于四娘缓缓地叹了口气 接着小生说了一句 如果五年前遇到的是你就好了 林宝生闻言恩 吕声 但此时于四娘又恢复了一脸淡漠的表情 像是刚才并没有说话的样子 林宝生也不想讨个没趣 于是也安静了下来 不知不觉间 林宝生就这样 在火堆淤浸旁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 已是天光大盛 于四娘和汉子人都已经不见了 林宝生从地上爬起来 揉了揉眼睛 也决定自行离开 只是走出破庙后 林宝生发现四周都漂浮着一层薄雾 这薄雾使得他根本看不清远方的光景 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 走着走着 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村庄中 村庄里此时似乎不是浓忙的时候 不少人家聚在一起 三五成群地聊着闲天 看见林宝生这个陌生面孔突然闯入 几乎所有人的眼神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林宝生被这样多人直勾勾地盯着 只觉得这场景怪异至极 让他背后发凉 汗毛直立 只想拔腿就跑 但终究 他还是忍住了这股奇怪的距异 对着一位看起来还算慈祥的阿摩拱了拱手 接着问阿摩要去驼西镇该怎么走 阿摩像是没听见一般 压根不回答他 这让林宝生显得有些尴尬 很快 一个面容猥琐的年轻人走上前来 对着林宝生挤眉弄言 我看见了 你和于四娘从一间破庙里走出来 你们孤男寡女待在一起一整晚 剩下的话年轻人没继续说 似乎有种一切静在不言中的感觉 林宝生皱了皱眉 他看不上这种满脑子下三路的人 只说昨晚除了他们 还有一位男子也耶素破庙了 谁知年轻人听了这话 表情更加猥琐了 人群里不知谁说了句不知廉耻 接着 众人仿佛争先恐后似的 你一句我一句的批判起于四娘来 仿佛他是什么水性洋花的荡妇 其中一人居然还说 要直接将于四娘给进猪笼 把林宝生吓了一大跳 赶忙澄清昨晚他们什么都没发生 还说可以喊于四娘出来对质 你们真做了丑事 肯定早就串通一气了 嘴里能有真话 林宝生都被气笑了 他是没证据证明自己没做什么 但村民们也没证据证明 他和于四娘做过什么 说白了两边都没有证据 那凭什么村民们就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仿佛听了一整晚 墙脚一般信誓淡淡 林宝生气不过 虽然自己大小算个读书人 但为了自己和于四娘的名誉 他还是与村民吵了起来 其中有脾气暴的人 上来就推了林宝生一把 林宝生躲闪不及 被接接实实地推倒在地 但就在他跌坐在地上的一瞬间 眼前的村民村庄都如同烟雾一般立刻潇洒了 林宝生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连疼痛都忘了 他赶忙爬了起来 却发现自己身边赫然都是助力着的墓碑 他大惊失色连连向后退去 却撞到了一个人 定睛一看来人正是于四娘 林宝生长舒了一口气 与于四娘说起了自己方才的所见 然而于四娘也不接察 只抬起手举了一个方向 示意林宝生赶紧离开 此地太多古怪 林宝生也不愿多留 匆匆与于四娘告辞后 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家后 林宝生大病一场 断断续续病了一周才好些 当他再度回忆起那晚在庙里 和次日清晨发生的事 只觉得仿佛在做梦一样 如果不是再度看见于四娘 那时发生的事情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逐渐变得模糊 然而 在一个傍晚 林宝生看见于四娘走进了护羹殿中 彼时护羹殿已经要歇夜了 于四娘脸上蒙着白纱 只露出一双眼睛 看起来也不像是要喝羹汤的样子 林宝生看见 赵吉将于四娘迎了进去 不过他的表情并不是在看相好 反倒是在看一位恩人 他还来不及气看 赵吉就将护羹殿的门给关上了 林宝生只得兴兴地收回视线 此后接连几日 林宝生都能看见于四娘 在护羹殿即将关门谢客的时候进入殿中 但往往待不了太久就会出来 而每次 赵吉都会走到门口恭送他 像是得了什么便宜似的笑嘻嘻的 林宝生越发觉得好奇 这一次娘看起来也不像是看上了赵吉 难不成两人在做什么生意 又过了段日子 林宝生听闻 就连京城的九王爷都听说了护羹殿的名气 要特意来到陀西镇品尝一番 林宝生心里五味杂陈 但他发现赵吉听说这个消息后 脸上却露出了男色 据说那位九王爷不好钱财也不好美色 就是对美实情有独钟 若时误合了他的心意 就会毫不吝啬地赠予钱财豪宅于美籍 但若是不能让他满意 被拖出去打板子 甚至因此身败名列的也不在少数 可以说这下子 赵吉算是坐上老虎背了 赵吉的焦虑 林宝生尽收眼底 这下他更能确定 赵吉盘活护羹殿 绝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本事 恐怕于四娘在这方面指点过他什么 很快林宝生的猜想就得到了验证 护羹殿打烊后 赵吉在殿内级的直夺步 于四娘比往日来的晚了许多 但当他走入店内后 赵吉的表情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 赶忙将于四娘请了进去 连门都往关了 见状 林宝生也往前凑了凑 找了个墙角 刚好能将屋内两人对话给听得一清二楚 只听赵吉道 恩人 您总算是来了 可真是急死我了 于四娘道 我知道你急的是什么 但那丸子已经没有了 林宝生猜测着 也许那丸子就是让羹殿变得鲜美的东西 而于四娘就是专门为赵吉提供这种东西的人 赵吉此刻的语气都变得慌乱了 没有了 那怎么办 若是明日九王爷来了 那我岂不是小命难保 恩人您一定要救我啊 于四娘沉吟了一会儿 接着道 如今之际 看来只有你自己去做丸子了 一听是青海油转环的余地 赵吉的语气变得轻快了起来 连声说好 结果于四娘却说道 先别高兴得太早 这丸子并非任何人都能做成的 要胆子大的人才行 若是胆小之人 那还是趁早大打消这个念头吧 不仅赵吉愣了 连外面偷听的林宝生都愣了 这做丸子和胆子大小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 这丸子并不是真正的丸子 而是什么暗喻 赵吉也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为何做丸子还需要大胆 难道 那丸子是人肉做的 当然不是 于四娘立刻打断了赵吉的猜想 赵吉哈哈笑道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还请四娘子带路吧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护更殿 林宝生也远远地跟了上去 因为此刻街上无人 他离远些也不怕跟丢了 于四娘先带着赵吉进了牛棚 取了些牛眼泪 让赵吉抹在眼角 要这个做什么 赵吉十分好奇 他也知道民间传说 在眼角抹了牛眼泪就能看见鬼魂 但他并不想看见鬼魂 于四娘反问赵吉 是不是不想做丸子了 赵吉听了 压下心中疑惑 老老实实摸了牛眼泪 但此刻他与林宝生心里 都有同一个疑问 做丸子和鬼魂有什么关系 林宝生跟在他们后面 越走越觉得这条路眼熟 这不就是那天早上 自己走的那条路吗 果不其然 继续走着 林宝生果然看见了 那熟悉的一排排墓碑 赵吉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他缩了缩脖子 这时 从一座墓碑后面 晃晃悠悠飘出来一个人影 林宝生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人就是那天清晨的猥琐年轻人 年轻人脸上还是挂着一抹猥琐的笑容 但在于四娘面前总是显得畏缩 今夜是轮到我了吧 他黑黑笑着 说着赵吉和林宝生听不懂的话 于四娘没有理他 转身对赵吉说 你不是要做丸子吗 去把他抓住 赵吉一愣 年轻人也一愣 赵吉问 抓他做什么 于四娘继续理所当然道 这做丸子就是要用鬼魂做的 你若是不抓他 哪里来的材料做丸子 此话一出 两人一鬼 赵吉 林宝生 年轻人 就是吃了一惊 那 那你以前给我的丸子 也是这样做成的 赵吉哆哆嗦嗦地问 于四娘点点头 这是年轻人凄厉地大叫起来 不 不要抓我 我还要转时投胎 成了丸子 我就无法投胎了 只能灰飞烟灭 赵吉听着年轻人堪称凄惨的声音 心下坠坠 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怎么 这时候动侧隐之心了 于四娘冷笑一声 随你的便 你若不抓他 那就做不出丸子 反正明日九王爷来了 惩罚的是你不是我 赵吉沉默了 虽然耳边年轻人还在苦苦哀求 但他脑海里想着的 都是自己被九王爷惩罚的场景 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 对着年轻人伸出了手 年轻人还要躲 却为赵吉和于四娘两面夹击 他被一把扯住 也立刻破罐子破摔破口大骂起来 于四娘 你的贱人 你果然是骗我的 想来之前的人也都被你欺骗了吧 你真是恶毒啊 还有你 你这蠢货 你被这个贱女人利用了 你知道吗 你最终也会和我一个下场 话没说完 他就在于四娘手中 被搓成了一个丸子 赵吉接过了于四娘手中的丸子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只匆匆转身离开了 赵吉离开后 于四娘突然转身 看向了林宝生所在的方向 别躲了 出来吧 林宝生这才知道 自己原来早就暴露了 面色善善地走了出来 不过 于四娘也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只是问林宝生是不是吓到了 林宝生摇了摇头 比起这个他更好奇于四娘 为什么要帮助赵吉 他好像也并不是赵吉合伙人的样子 干嘛为了赵吉的生意忙前忙后 于四娘同样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让林宝生回去看好戏 林宝生一头雾水 但在一抬头时 于四娘也已经从他眼前消失了 这下子哪怕是在于顿的人 都该看出于四娘并非人 而是鬼了 林宝生独自一人 不敢在此地多坐逗留 也匆匆离开了 等他回到驼西镇的时候 天都亮了 林宝生呼伦睡了个觉 就听外面吵吵嚷嚷的 原来是九王爷已经到了 驼西镇这样的小地方 来个支州都算大事 更别说这次来的是王爷了 虽然九王爷一来就钻进了衙门里 但依然有好事者在衙门口徘徊 直到县令找人将召集给请进了衙门 林宝生也混在人群之中 好奇地张望着 不知过了多久 只见大门终于又重新打开了 狼狈的召集被两个捕块架着拖了出来 他的身上有羹肠的痕迹 头也被摔破了 架着他的捕块一松手 召集就躺倒在了地上 还是好心人将他抬进了护更殿之中 次日就传来了召集重伤不是身亡的消息 护更殿也关闭了 林宝生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学堂里有一个学生 正好是衙门里一个捕头的儿子 于是借由这层关系 林宝生终于搞清楚了 那日在衙门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捕头所说 那日赵集端给九王爷的羹汤 九王爷一喝就勃然大怒 连羹带碗 将还冒着热气的汤汁 全都扔到了赵集脸上 赵集的头当即就被砸破了 九王爷还说要将他拖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赵集还在喊 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于是九王爷为了让他明白 命人又呈上来几碗羹汤 分发给赵集 县令 还有一旁的几个捕快喝 捕头一喝就差点吐了 这羹汤的味道和刷锅水似的 又苦又色 还带着一股腥味儿 赵集喝了也是大惊失色 大叫这不可能 县令是喝过赵集做的羹汤的 所以说这可能是一次失误 为赵集又争取了一次机会 赵集也一个劲的磕头 于是九王爷格外开恩 又让赵集做了一次 结果这次结果与之前别无二致 这一次连线令都保护不了他了 赵集本就受了伤 又被打了五十大板 回家后很快就奄奄一息 死了 林宝生听完这一切后感慨万千 但他还想弄清楚 明明赵集都做了丸子 为何羹汤的味道没有变好喝呢 带着这个疑问 他在深夜壮着胆子 再一次来到了那片坟地 正好撞见赵集的鬼魂 在质问于四娘为何要害自己 林宝生这次没躲 赵集一下就发现了他 你和他是一伙的 是他指使你这么做的 赵集指的林宝生质问于四娘 于四娘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而是缓缓扯下了面上的面纱 赵集看清他的脸的那一瞬间 张大了嘴 半天才挤出两个字 是你 但他已经来不及说出其他话了 因为于四娘已经一把扯住了 赵集魂魄 揉吧揉吧 揉成丸子后一口吞了下去 林宝生虽然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一幕 但还是被吓呆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四娘看着林宝生 这才将一切都娓娓道来 原来在五年前的一日 于四娘因为下暴雨来不及赶回家 于是在破庙里躲雨 而赵集当时也因为躲雨 跑到了破庙里 原本两人相安无事 但许是赵集看到于四娘长得美 又想到两人如今是孤男寡女 一身色胆包天 竟然扑倒了于四娘就要玷污她 于四娘拼命挣扎 却依然没有逃过赵集的魔兆 半夜 她趁着赵集睡着 一瘸一拐地逃回了村子 于四娘父母一看女儿遭人玷污 哭着就要去讨回公道 结果在人前往破庙的时候 赵集已经消失了 而这时 村里有个猥琐的年轻人却提出 也许于四娘并不是被强奸 毕竟真要是这样 那人还能让于四娘活着回村子 肯定为了封口要杀人灭口呀 说不定只是她与情郎优惠 又闹崩了而已 一时间 这种离谱的传言竟然喧嚣沉上 于四娘又无法证明 只能日日抹泪 她所在的村子十分保守落后 村子里的人认为女子失真 要么嫁给那名让她失真的男子 要么拉去陈堂 于四娘根本找不到赵集 于是便被村人拉去陈了堂 她的父母也因伤心过度 很快去世了 许是怨气太重 她死后魂魄在人间游荡 杀害了村子里那些传她闲话 拉她去陈堂的村民 当然 还有那个一开始就诽谤她的年轻人 那个人正是林宝生看见的猥琐的年轻人 那之后 村子就渐渐萧缩下来 这一片也逐渐变成了坟地 后来 于四娘终于找到了赵集 但她没有简单的想要弄死她 而是要让她常常从天上摔进地里 最后凄惨死去的滋味 她先是哄骗那些村民的鬼魂 假装说带他们去投胎 其实是将他们做成鬼丸子 又交给赵集 先让她的生意做起来 再在一个大跟头 一掘不振 至于那个猥琐年轻人魂魄做的丸子 因为她提前知道了真相 怨气丛生 所以魂魄变得又苦又色又臭 那日在破庙里 我本想将那汉子杀死 也趁机将她的魂魄做成丸子 不过你救了我 于四娘终于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林宝生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 于四娘当日的喃喃自语是何意思了 只听于四娘接着说 你姐姐是林宝娟对吧 我也见到她了 她让我转告你 她的死与赵集没关系 但赵集既于你们家的秘方是事实 所以 即使她没主动害死你姐姐 也悄悄在背后推波助拦了一把 让她彻底不治 赵集是个恶人 她死有余辜 如今她死了 你也要放下 继续往前看了 林宝娟说 秘方被她埋在了后院一棵树下 她知道你无心经营 如果可以 找个合适的人 将方子卖了吧 林宝生愣愣地点点头 又追问自己姐姐现在怎么样了 于四娘说林宝娟是个好人 已经去投胎了 下辈子一定会去个好人家的 林宝生这才放心 这时远处传来了嘹亮的鸡叫声 天要亮了 于四娘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也心满意足地消失了 林宝生来到于四娘说的地方 真的挖出了秘方 她自知这方子 在自己这样没有天赋和兴趣的人手上 永远发挥不了作用 于是以一个合理的价格 卖给了曾经帮助过他们姐弟俩的一位老板 拿了钱以后 林宝生依然安心地在驼西镇做他的教书先生 春去东来 又过了十好几年 林宝生看着眼前的一个个小萝卜头 忍不住心想 这里面会不会有自己姐姐的转世呢 精彩故事接着看 民间故事 罗沙国 宋寒刚从外地做完生意返乡 就听到了石明远要被砍头的消息 宋家与石家事事交 宋寒与石明远也从小都是玩伴 长大后一同进了学堂 只是宋寒着实没有读书科举的才能 于是便放弃了读书 回家跟着宋富学做生意 也还有模有样 而石明远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秀才 他被问责的罪名则是 涉嫌谋杀同为秀才的同乡秦官 秦家人也给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可靠的理由 因为举人无考试之法 全靠郡国首相见举贤才 石明远与秦官两人 在德性品性方面不分伯仲 但秦官家比石明远家富裕许多 因此秦家有理由怀疑 石明远会为了举人的头衔 而狠心将秦官杀害 宋寒相信好友的人品 知道他不会因此就去杀人 于是刚赶回来 就急匆匆地赶去了狱中 他给狱卒塞了点钱 狱卒象征性地嘱咐了两句 就退了出去 刘宋寒单独与石明远说话 宋寒不敢耽搁 忙问石明远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听说 当时石明远与秦官一起坐船游壶 结果次日被人发现的时候 船上只剩了石明远一人 身上还沾染着血迹 秦官却不见了 虽然县令搜查了整片湖的湖底 并没有打捞到秦官的尸体 但石明远依旧被收了押 又因为石明远的证词过于离谱 先令和秦家人都认为他是在胡言乱语 由于当日是他主动约秦官出的门 后来对秦官的下落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加上秦家有些人脉给县令施压 先令指的给石明远判了死刑 不过好在有死刑三副奏制度 石明远实行死刑前还能三次上报金钟 对此案进行审议 说不定还有翻案的机会 宋寒对于石明远说了哪些证词都是道听途说 于是他要求石明远再说一遍 石明远便在一次说起了那日的经历 他与秦官虽同为被举荐为举人的候选人 但两人关系并不差 那日石明远约秦官一起游湖喝酒 但传到了湖中心时 突然下起了大雾 周围的景色根本就看不见了 二人都觉得扫兴 于是打算划船回岸边 但奇怪的是 无论二人怎么划 都划不到岸边 明明这片湖没有那么大的面积啊 两人划讲划得胳膊疼 于是干脆放弃了 打算歇一歇 让船随波逐流 然而他们睡了醒 醒了划 划了累 累了又睡 折腾了许久 却还是看不到岸边 两人都感到慌了神 尤其石明远 觉得他们在湖面上似乎已经漂泊好几天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 大雾终于散开了 两人发现他们距离岸边 只有一点点距离 赶忙往岸边滑 然而一上岸 他们就傻眼了 他们看到了许多的妖怪 那些直立行走的人 虽然与人看起来别无二致 但相貌极其丑陋 根本就不像是个人 两人吓得掉头就跑 一路跑到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的人长得倒是像人了 只知他们都是衣衫蓝绿 看见石明远和秦官后 露出了同样惊恐的表情 双方就这样互相观察了几天 确认了彼此都没有威胁 才渐渐开始交谈 石明远与秦官得知 这里是罗沙国 根本不在他们原本的国家境内 两人居然从湖上 一路漂泊到了国外 石明远问为何那些妖怪 一个个穿金带银 看起了富贵得很 而人只能吃些残羹剩饭 过穷苦生活 村民道 我们国家是非常注重外貌的 无论你德行如何 才华如何都不重要 那些长得美的就可以为官作载 即使是比他们下等的人 也可博取贵人的宠爱 能得到贵人的赏赐来养活妻子儿女 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刚生下来时 父母都认为不吉利 常常就扔掉了 有的不忍心一气的 留下来也不过是为传宗接待罢了 接着村民看向秦官道 秦公子在我们这里 最高可以官至宰相 说完他又看向石明远 叹息道 石公子你在我们这儿 是完全没有做官的可能的 甚至连种地都很勉强 两人面面相去 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刚才也听出来了 罗沙国的审美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 丑极是美 美反而是丑 秦官长得一脸横肉 体态健硕 面宽色黑 不像是个读书人 反而像是个屠夫 石明远则是貌比潘安 长得非常俊美 这是众人公认的 甚至有人调笑他 说即使石明远考中了榜眼 皇帝都会让他做叹花 因为外形真的太合适了 而在罗沙国 相貌越是争民怪异 越是能做大官 因此秦官在听到村民说 他在此能封侯拜相后 一时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为了回家 两人告别了村民 打算去找这里的官员寻求帮助 街上的百姓得知了有两个外国人 买了罗沙国 都跑过来围观 但他们只敢远远地看着 没人敢上前 而且其中有一人看到了石明远的长相 居然吓得掉头就跑 相比之下 秦官就很受欢迎 当地的县城出来接待了两人 他明显对秦官更加上心 极力游说秦官留下 秦官有些异动 要知道他从没有因为外貌如此受人欢迎过 石明远则受不了了 这些日子 他经常像什么奇珍异兽一样被人观察 偷窥 议论 他都快疯了 无奈 在石明远的再三催促下 秦官只得和他一起去面见罗沙国国王 国王听说来了两个异乡人 也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国王长得奇丑无比 不只能治小儿也提 甚至能把小儿直接吓死 石明远和秦官刚一站到朝堂上 周围的官员们就发出了惊呼 有人夸秦官简直就是美男子 劝谏国王将他留下做官 也有人说石明远这种样貌的人 站在朝堂上是对国王的一种不敬 应该拖下去打板子 朝堂上吵吵嚷嚷的 不像朝堂反倒是像菜式口 石明远想起村民曾说的 这里选拔官员不是靠才能 而是靠长相 也就懂了 国王也被石明远的长相吓到了 但他还是保持了风度 说会给他们一艘船 将他们送回去 不过在此之前 国王希望二人还能在罗沙国待上几日 看来还是对秦官有些想法 当晚 石明远与秦官留宿了一位高官驾中 半夜 秦官睡不着 来找石明远聊天 石明远见他吞吞吐吐 就知道他肯定有事儿 果不其然 秦官表示自己想要留下来 理由也很简单 在这里他不需要继续苦读书 就能直接做官 享受荣华富贵 那科举之路有多残酷 你也不是不了解 你我二人如今不过开了个头 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难道我们就要在日复一日的读书 考试中浪费我们的年华吗 石明远抿了抿嘴 不知该说些什么 班上只说 你不回去了 家里人要怎么办呢 秦官说自己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家里不用担心 自己会写一封家书 让石明远待在身上 见他态度坚定 石明远也不好再说什么 也只能点头同意了 相比石明远 秦官在罗沙国的高官之中 可谓是混得如鱼得水 石明远见了 心里暗存 也难怪秦官回想留下 这种被人重视 被人捧着的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又过了几日 麻烦却来了 秦官被国王最宠爱的蓝翠公主看中了 不过 既然是最得宠的公主 蓝翠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心里就都有数了 石明远想了想 让秦官已要入朝为官作为借口 拒了这婚 谁知国王为了安抚女儿 居然同意秦官既可以上公主 也可以入朝为官 这下秦官连拒绝的借口都没了 如今石明远也只剩下一计 就是让秦官和自己一起走 秦官非常纠结 自己已经答应了国王会留下 现在走起步成了背信弃义 但他又确实不想娶蓝翠公主 两头为难 最终 为了不让自己一辈子面对一个 让自己害怕的女人 秦官还是决定和石明远一起离开 两人趁夜偷偷摸摸地溜出城外 在一条河边寻了艘没人要的船 坐了上去 结果没跑出多远 追兵就赶到了 原来是让他们借助的那位官员家的一个下人 偷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汇报给了官员 官员怕秦官跑了以后被国王责罚 于是就带人来追 一通混战后 寡步敌众的石明远差点被捅成筛子 秦官则被强行带走 在争斗中 船上留下了血迹 最后石明远拼死逃了出去 在船上晕了过去 在此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的船已经靠在了岸边 是几个捕鱼的渔夫发现了他 但他回去后才发现 自己在罗沙国待了近一个月 在这里不过是过去了几个时辰 之后就是秦官失踪 秦家人报案 石明远讲述了在罗沙国的故事 但因为内容过于离奇 加上秦官的那封家书在争斗中失踪 因此被当作了胡言乱语 宋寒听完后 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个故事 石明远见宋寒愣住 还以为他也不相信自己 读咒发誓说自己若有一句假话 就天打五雷红 宋寒忙制止了他 说自己不是不信 而是在想要如何帮助石明远脱身 如今之际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秦官 直接将人带回来 但宋寒去了好几次 石明远他们进入罗沙国的那片湖 却什么都没发生 转眼就到了石明远行刑前一天 宋寒急得嘴上冒泡 晚上根本睡不着 大晚上决定去湖边碰碰运气 他刚将船停到湖中央 四周就升腾起了白雾 宋寒心中一阵狂喜 他没有如屋头苍蝇一般将船划来划去 而是坐在船头 静待大雾散去 不知等了多久 宋寒睡着了 醒来后天已经亮了 他隐约看到河岸边 于是赶紧向那里划了过去 在路上他也看见了 石明远曾说过的那些妖怪 以及那些村民 他一路走到了一个小山村中 幸运的是 村子里的人居然还记得石明远和秦关 这两个奇怪的外乡人 只是在罗沙国 距离石明远他们上一次来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宋寒顾不上惊讶 赶忙向村民询问前往国都的路线 村民只说宋寒长成这样 是进不了国都大门的 因为他太丑了 宋寒冒比潘安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丑 但旋即想起石明远曾说 罗沙国的审美与他们不同 也就是然了 村民接着说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宋寒是外乡人 想要去国都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接着让他去找县城寻求帮助 宋寒文言去寻县城 一路上见许多罗沙国百姓 都犹如躲避恶鬼一样躲着自己 心中不禁五位杂臣 见了县城 两人都被彼此的长相给吓了一跳 宋寒万万没想到 这位县城居然有三个鼻孔 县城也没想到 这个外乡人居然长得这样丑 在宋寒的询问下 县城也记起了五年前的石明远和秦关 比起那两人一个俊美如天神下班 另一个则丑得惊天动地 他想忘记都难 听闻了宋寒的来意 县城也很直白地说 如今的秦关已是驸马 官制一品 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 不过 国王最近要举办宴席 招揽了各地的有才华的人 去宫中表演 若宋寒有一技之长 或许可以和此地的一个舞团一同前往 宋寒盲表示自己会舞剑 县城让他别急 他这张脸恐怕是进不了宫中的 还需要一些易容 于是 在县城的帮助下 将整张脸图的漆黑 又贴上了厚重落腮胡的宋寒 与县里的舞团一起 前往了罗沙国的都城 一路上 宋寒看见了各式各样的奇观 越是富有 阶层高的人 长得越是 千奇百怪 有人耳朵长在脸颊上 有人睫毛如帘子一般遮住了眼睛 有人嘴角几乎要脸到后脑勺 宋寒想和这些人比起来 自己的长相真可以说是奇丑无比了 再看与自己同行的舞团成员 他们的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 只是入乡随俗 宋寒也没觉得自己的长相就高人一等 他们的马车行驶了三天三夜 终于在一日清晨到了都城 这里的城墙都是用颜色如墨的石头筑成的 楼阁高白尺 不过不怎么用瓦片 而是用红色的石头充当屋顶 宋寒在地上捡起一个碎块 在手中搓弄那感觉和朱砂差不多 他们还撞见了退朝后回家的官员 舞团的领队指着其中一人给宋寒看 说那人就是相国 宋寒只看了一眼就低下了头 原因无他 因为那样貌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心中有点打鼓 指向国就是这副模样 罗沙国的国王到底会长成什么样 宋寒不敢再想下去 只能在心里给自己拼命打气 入宫后 他们被带去做修正 为瓦宴做准备 久过几旬 终于轮到他们上台表演了 最先登场的是舞女们 虽然在宋寒看来 他们都长得如同夜叉在世 但在罗沙国 他们可都是独具风韵的美人 他们用白绸缠头 珠红色的衣裳拖到地面 跳的舞蹈也非常怪异 但宋寒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因为马上就轮到他上场了 当舞女们聚成一个圈 再散开时 宋寒已经偷偷藏在了中央 接着他也举剑跳起舞来 宋寒的舞剑技术只能算是业余 但在罗沙国 却已经能经得在座的官员们连声惊呼了 满座的客人 无一不为他的舞技倾倒 一舞终了 掌声如雷鸣 宋寒被单独留了下来 他也终于看清了国王的面目 眼珠突出 牙齿外翻 面色屈黑 胡子全屈 像刺猬毛 幸好宋寒提前做了心理准备 面色从容地向国王行礼 同时 他也一眼就看见了 坐在国王手边的秦官 秦官的长相 比起周边的百官 已经算得上是清俊了 秦官气色看起来还好 只是眉眼间多少带着点疲惫 他手边又一亩叶叉一般的女子 应该就是蓝翠公主了 宋寒一边回答国王的一些问题 一边不住地对秦官使眼色 希望他能注意到自己 终于秦官和宋寒对上了实现 在国王送给宋寒一箱子珠宝后 秦官提出让舞团去公主府上小住 自己还想看他们表演 国王正高兴的 自然答应了 半夜 秦官就悄悄来到了宋寒的房间 刚一进门 秦官就迫不及待地问 你是何人 是师兄让你来寻我的吗 宋寒愣了 搞了半天秦官没有认出自己 秦官说自己 只看他的眼睛和罗沙国人不一样 觉得他是和自己 从同一个地方来的 又看他对自己识眼色 想必是认识自己的 才做出了这种猜测 宋寒让秦官稍等片刻 摘下了假胡子 并用水清洗了自己的脸 宋兄 秦官通过十名远的引荐 认识了宋寒 虽然两人关系并不太亲密 但在一国他乡 能看见自己的熟人 秦官还是激动地上前拉住了对方 宋寒将十名远回去后的遭遇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莫了道 事要如今 就算你再写一封家书 回去也没有用了 你的家人一定会说那是伪造的 只有你和我一起回去 才能洗刷师兄身上的冤屈 秦官也正有此意 只是他一直找不到机会 而且他还告诉宋寒 虽然外界才过去一个月 但自己在这里已经过了五年了 宋寒吃了一惊 难怪看秦官的脸上有衰老的痕迹 秦官继续说 但他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毕竟他和兰翠公主之间 经过这些年的相处 也有了夫妻情意 这些年来蓝翠带他不薄 他说什么也不能就这样偷偷溜走 宋寒也这么想 现在自己带着秦官一走了之 到时候倒霉的一定是武团的人 看来还是要徐徐徒之 好在两边时间流速不一样 他们还有时间来商量对策 一周后 武团离开了都城 临行前宋寒将那箱珠宝送给了他们 而他自己则偷偷留在了公主府中 秦官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将真相告诉蓝翠公主 毕竟只包不住火 若是再像上次一样被吓人发现 从上去 那自己和宋寒就完了 秦官将自己要离开的事告诉了蓝翠 他的朋友需要自己现身去证明清白 不然的话就要被冤枉砍头 若是十民远死了 秦官就是间接的凶手 一辈子要受良心的谴责 蓝翠公主听完后也没有生气 只是轻声问秦官 那你走了以后 还回来吗 秦官沉默了 一来他此时的内心还是倾向不回来的 而是上次他来到这里 就是机缘巧合 他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如此顺利 在罗沙国的这五年 都是蓝翠公主与他互相扶持 至于容貌 他早觉得不重要了 蓝翠虽为公主 却毫不骄纵 对待下人也温和有礼 还会亲自操持家事 可以说除了容貌 他完全符合秦官娶妻子的标准 在这五年里 他也渐渐对罗沙国人的外貌脱敏了 觉得这也没什么 自己长得也不是多好看 像蓝翠这样的品性高洁之人 内心的善良早就超越了外貌 秦官对他也多有敬佩 觉得他比起那些山东高市 也差不到哪儿去 蓝翠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 秦官小心翼翼地问 但蓝翠摇摇头拒绝了 这些年里 他也从秦官那里听来了 许多有关他的国家的事 知道自己的长相 在那边与妖怪别无二致 就算自己厚着脸皮与秦官回去 那秦官有他这样一个丑陋的妻子 也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见秦官垂头丧气 蓝翠打起精神道 相公 虽然翠儿不能与你一同回去 但我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若你不回去 那位师兄弟就要没命了 你离开也是为了救人 我支持你 秦官听了 漠然垂泪的这份心胸 是常人无法具备的 自己可能此生都遇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女子了 虽然遗憾 但秦官必须走 蓝翠的计划是 再过几天就是罗沙国的海祭日 所有皇室成员都要在一艘大船上进行祭拜 他在船上藏了一艘小船 等到时候就将小船推入水中 秦官再躲起来 蓝翠会假装看见秦官落水 指一个错误的方向让士兵去救人 趁着船上一片混乱的时候 秦官再和宋寒悄悄从另一个方向溜走 这个计划堪称天衣无缝 当日宋寒就伪装成秦官的贴身小丝 混上了船 也是天公作美 当日本就阴云密布 大船在海面上也在不断摇晃 所有人的脑袋都晕晕乎乎的 蓝翠见秦官和宋寒藏好了 就啊的大叫起来 说秦官落水了 接着指了一个错误方向 让士兵快去救人 一切都非常顺利 然而当宋寒跳上小船后 后面的秦官却被一个士兵看见了 驸马 你不是落水 话音刚落 蓝翠就抄起一旁的一根棍子 砸中了士兵 对秦官大喊 快走 我 我不能走 我走了 你怎么办 蓝翠现在无论是杀掉士兵 还是等士兵醒来 将看见的回报给国王 最后都要受罚 他必须留下来解释这一切 蓝翠却生气了 大丈夫做事岂能畏畏缩缩 你现在留下来 既救不了我 也会让师兄弟丧命 这决定也太糊涂了 秦官像是被点醒的似的 他深深看了蓝翠一眼 接着毫不犹豫的翻身 跳到了小船上 小船落水后 两人很快就划船远离了大船 此时海面上升腾起了浓厚的雾气 秦官和宋寒都没说话 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知飘了多久 等到雾散去后 他们果然又回到了那片湖泊上 此时距离十民远被斩首 只剩几个时辰了 他们不敢耽搁 马不停蹄地跑去了衙门 原本以为早已死去的秦官突然出现 仙太爷吓了一大跳 闻讯赶来的秦家人吓了一大跳 周围看热闹的百姓也吓了一大跳 秦官也证实了十民远没有撒谎 罗沙国真的存在 他的出现让十民远洗刷了冤屈 十家人喜极而泣 而秦官则带着自己的父母去十家道歉 宋寒他们在罗沙国的遭遇 也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 变成了民间话本中才有的传奇故事 据说连皇帝都看得津津有味 只是秦官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 常常是茶饭不思 宋寒知晓其中的缘由 并告诉了十民远 只是两人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终于在一天夜里 秦官留下了一封家书 离开了家 那一天 整个阵子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雾 秦父秦母虽然难过 但听宋寒说 秦官在罗沙国生活也是衣食无忧 便也放了心 他和十民远隔三差五 还回去到湖边 指着他们再没撞见过下午 又过了些十日 两人照常在湖边散步 十民远发现岸边有一个酒瓶 他鬼使神差地将它拿了起来 里面是空的 但却有一张卷起来的纸 两人打碎了瓶子 展开纸 上面只有四个大字 一切安好 两人一下就认出 这是秦官的字迹 他们相视一笑 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